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尤馬爾,我是樹齡。 我們今晚要講一些比較另類的物體。 很少人的關係,那些被我們斬了。 主要我們平時講動畫,今次我們會講一些新口味,漫畫。 就是一些被人腰斬到的漫畫。 嗯,就是一些,大家其實近期在爆漫都會見到, 就是經常會講一些避咳,或者怎樣可以連載的東西,大家都看了很多的。 這次我們就講一些現實中,我們現在看的漫畫家,經常被咳的漫畫家,他們的作品。 當然我們不是推薦一些難作給大家,而是咳得來,但是非常好看的漫畫。 嗯,是的,那我們這個被咳的漫畫家系列,我們第一號是先講誰呢? 葉宮雲老師,我也尊敬他。 大家都知道葉宮雲老師的單行本就暫時未超過10本, 就是他連載的單行本最多都是9本半的,其實第10本都不算,也不夠10本的。 怎麼說好呢? 那些粉絲來說是遺憾的,就是美國百媒連載,99年被人咳了。 其實在講葉宮雲老師之前,我們不如講一下,其實習英石咳書, 達成什麼條件才會被人咳書呢? 嗯,習英石有很多漫畫,其實如果看爆漫畫, 大家知道,其實所謂的日本破漫,就是周刊少年針的。 那這本就習英石發,是講完又講了。 那是一個暫時來說,是經據各類調查統計的顯示, 是日本最大最負荷的少年漫畫。 而這本少年漫畫最特色的就是一個調查主義智常機制, 有看爆漫,有看爆漫的朋友就發覺, 我們在買爆漫的廣告, 我們在買爆漫的,不好意思。 那你發覺,有一個機制就是, 每期由讀者看完之後, 投票決定,哪個漫畫受歡迎。 那這個機制最大的例子就是, 如果是頭五位以內的漫畫, 就一定會連載之餘, 就一定會連載之餘, 有很多好閒在賣廣告的。 五至十以內, 就比較一線的漫畫, 就可能會被連載, 有些翻小人氣。 十至十五位以內, 就是二線, 例如現在爆漫完, 那個很肥的畫師, 跟蒼樹紅, 那個妖精的漫畫一樣, 即是, 盤梅二線,又不叫高又不叫低, 就是連載下去看情況, 至於很悲慘的地方就是, 戰底的物體, 十五位以下的就不敗了, 可以隨時撿包捕走的了。 其實周刊事件中, 其實大多數就是, 努力啊, 友情啊, 勝利啊, 就是這三個最主要元素, 基本上其實, 頭五位看到的, 其實排得頭五位, 通常都有這三個元素在裡面, 很少一些很義慮的, 而可以站得穩的, 通常都可能是, 偶然上到, 或者是, 一段時間, 即是他們不能長期保持的。 不要說八八歲了, 我們今天要講, 被人咳嗽的月光雲老師的作品, 就是Magic General, 即是M0, 中文譯名有魔法靈魂, 反正有魔法靈彈的。 是的, 那這套東西, 其實都是一般, 學完故事, 其實大家都耳熟能長的。 那其實, 怎樣說之, 他是少年漫畫, 即是有夢想而血呢? 其實就是一個, 主角就是叫九呈大賀, 其實呢, 很公式化就是, 最公式的主角, 很勁, 很打得的, 有運氣, 有些美女陪在他旁邊, 幫他守, 即是有伙伴, 打了teamwork的, 當然, 主角也有他的弱點, 分佈得很平均的, 他進了一間魔法學校, 即是聖峰高中讀書, 不過最大問題就是, 遙傳他是全校最強的金卡學生, 但他一點魔法都不懂, 即是他整個校園生活就是不停, 圍繞這個主題, 掩飾他是不懂魔法, 其實就是假裝很厲害的魔法師的生活, 這個就好像其實, 一些賣點的故事, 即是你好像, 海賊王就要我成為海賊王, 火影引起我要成為火影, 然後這個九呈大學, 他的目標就是要在安全的情況下, 可以在順利畢業, 即是有個目標, 因為目標比較明確一點, 不像海賊王一樣, 即是走到這麼多集, 都不見到世界海海地圖, 旁邊在哪裏, 他很明顯, 金卡是怎樣拿呢? 他有級數給你選, 一級、兩級、三級, 不停讀上去, 你會即是點數到金卡, 這個目標比較明顯, 和讀者會很容易掌握到, 其實如果屬於正動斜度, 其實我覺得魔法師律屬於斜度, 為什麼呢? 他不是傳統的硬色, 即是硬硬硬, 或者實力上提升, 他是有一個限制在裡面, 我們怎樣在這個限制的情況之下, 去做到些什麼, 那九成就, 他的限制就是, 他根本就不懂魔法, 他要怎樣用別人的魔法, 或者去發現別人的弱點, 不會是很實力式地說, 我突然之間會發揮小宇宙, 可以一瞬間超越過你, 是沒有這回事的, 即是當然, MO 是他最大的利器, 嗯, 我們講, MO 是什麼來的呢? MO 是一種, 不算是魔法卡的魔法卡, 他不可以儲藏任何魔法, 也都不能用到魔法, 唯一用到的特技就是, 消除別人的魔法, 即是大家可以看魔法那麼舒服的, 阿邊哥, 多瑪的有手吧, 找個流行一點, 或者叫做, 其實以面格來說, 跟他對立, 我們看回這個魔法老師, 阿明的愛那種能力, 就跟他們差不多, 魔法無效化, 不過不會爆心, 因為男人爆心, 沒有人想看的,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好, 那這本東西, 突然就是差不多這樣, 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男主角沒有後宮, 所以有比較, 一兩個, 不可以說, 沒有後宮, 你應該說, 他一開始已經fix死了一個女主角, 官配的女主角, 大家都知道, 其餘那些全部都是, 只是拿來搞殺必死, 或者拿來soso一下, 即是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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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他每一個女主角都寫得, 有血, 有肉, 有肉的故事, 不是亂來的,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不像一個漫畫一樣, 不會死人的, 因為是學校來的, 不會死人的漫畫都很多, 不會死人的漫畫, 但他一個合理的地方, 就是他是學校來的, 即是怎樣打也好, 都不會有什麼事發生, 不會有什麼危險, 不都是, 可能是設定過於嚴謹的關係, 過於公正的, 令到可以再發揮的機會不多, 即是可能葉公文老師, 他本身寫了短篇的關係, 可能他的不知不覺的習慣, 就是設定了之後, 其實可用的範圍真的不多, 即是我們突然聽到, 一個不懂魔法的學生, 進了魔法學校, 既然意外地獲得魔法無效化的能力, 究竟可以做到什麼呢? 那其實, 開頭聽我們會覺得很有趣, 但你看起來, 其實去到葉公文老師, 漫畫版, 大概過完班制比賽之後, 其實都會見到, 其實有多少技窮的, 我們要看技窮的問題, 就是設定上, 魔法原來只是在魔法禁地, 即是一個地域裡面用到, 即是他是聖風高中學校, 一出學校就用到魔法的, 當然葉公文, 其實想到很多方法去解決問題, 即是說他每年有個學級比賽, 每一年有三次魔法考試, 不過慢慢就有兩次, 理論上就有三場魔法考試, 加一場魔法第決賽, 再加入平日葉公文, 還有一些臨審的學生會, 即是不知道為什麼學校後生會, 會有個很危險的山洞, 那些買病是魔法老師, 即是你其實我覺得是, 又不是聖風高, 有些什麼炸彈魔物在出現呢, 這隻是戰時間的, 就是因為他的環境局, 他學生在學校後讀書, 他不能做太多的事, 即是變相了一些安全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限死了, 做不到, 或者其實我這樣看, 其實真的可能都有一些時機的問題, 就是本身魔法老師, 很多人都會不知不覺間, 就跟他做了一個對比, 當然這個是經過這個, 之前的這些胡鬧生活之後, 以這個嚴謹的作品, 成為這個魔法老師, 那魔法老師, 其實為了共同就是卡片,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他分卡片其實就是, 因為其實他始終就是, 好像設定了很多卡片裡面, 有的東西, 但我覺得是用不了, 其實可能過於複雜, 其實你說這些, 其實大家都可能最後, 我看完完, 我只知道, 即是什麼同卡, 什麼尿卡, 什麼尿卡, 即是用尿卡, 即是一年級, 一年級, 廢了二年級, 總之, 那張卡就好像, 我是A級, 我是B級, 我是C級, 其實大家得到這個意思, 其實就已經是, 因為他比較複雜, 即使是同卡, 他都會分, 什麼攻擊力強發應, 什麼容量強發應, 超複雜的, 如果你看完完, 但因為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是, 他做得不是這樣, 有一點做得不是這樣, 就是他就算說了這些, 即是他一開始, 殺我界事, 介紹了這些之後, 我又不見得那些人會說, 自己可以用到多少次, 因為其實用到多少次, 通常都是說, 去到最後, 退下一擊了, 我只有用到多少次, 其實這些很公式, 我們正常, 一些傳統的打鬥漫漫, 我們都常常見到, 他好像優了我寧願的那些, 那些個案, 其實我覺得是, 即是說, 如果你的魔法傳量有上限的話, 理論上, 應該打一打, 我真的吸不到點數, 是否要撇呢, 這問題他沒有表現過, 還有可能因為, 其實他集中了在某個角色身上, 大家都看到, 其實他介紹一些, 真的比較次要的角色, 那些能力那時候, 好像突然間有些波會黏住, 或者是, 可以分手出來, 或者可以突然之間, 去其他地方, 那些, 都沒有很限制, 用到什麼設定, 純粹是, 各場, 每個人都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魔法, 即是, 好像Hero裡面, 每個人都有特時能力, 其實我記得, 沒錯, 我們有一次重複過, 郭厚田, 即是斯斌, 和你一組人兩個, 都是連強化, 是魔法, 都是將這些物件變, 但是, 每一次的傷害, 你其實都沒有了, 可見就是, 他開頭, 不要說他的編排, 就是, 裡面可用的變化, 其實真的, 由班債比賽之後, 真的越來越少, 就算說, 班債比賽之後, 九程的死敵, 大門他們, 你見到其實, 過完那場班債比賽, 都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其實, 我們看, 少元忠,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過完一個敵人之後, 就會有一個更強的敵人, 嗯, 其實, 除了你戰鬥上有問題之外, 其實, 最重要的問題, 是, 我們說, 一對一有功佩, 男主角, 九程, 一心向著, 東富的女, 東, 但是, 一個問題就是, 你發覺, 整件事裡面, 他做那麼久, 東, 他的感情是沒有任何感情的機會, 就是, 當他是好朋友的關係, 所以, 後來, 你看到, 作者卡爾加入大門, 以及他, 疑似爭取劇情, 但發覺, 完全推不進任何愛情的發展, 就是, 如果他這樣, 其實, 保持三年的發展, 即是, 他讀三年的, 讀書要, 保持三年的發展, 這個事情是非常悶的, 因為他, 沒有任何理由去說服, 九程說, 鑽太喜歡你一個人, 那就沒有任何變化了, 鑽太的事情就很難說, 但其實, 好老實講, 你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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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其實, 他角色上, 調節, 都不是做得那麼好, 固然, 其實, 賣女的, 當然, 我見到, 葉功人都很努力地, 做一些疑似的, 殺必死的, 場面出來, 帶來我走, 他, 畫功不是差的, 我覺得, 畫功是真的, 比起很多, 其實已經算是OK的, 但是, 他做這些出來, 好像, 你會覺得, 他有些是為做而做, 不是很自然, 好像魔法老師, 看起來, 習慣是這樣的, 那他是, 不是, 聽說他本身, 根本就不喜歡畫這些, 就好像, 傳聞啦, 其實傳聞, 是被拼出的, 這些無計, 沒有關係的, 他原本是想畫角, 你看到, 魔法老師也好, 給PV也好, 是看一些, 輕鬆鬆鬆看完, 笑完就可以, 看完過屈就算的, 漫畫, 他不想你想想那麼多, 想畫那麼多, 殺必死的, 我覺得他應該是中指的, 因為其實, 你笑完, 即使看少年漫畫, 其實他, 很多太平鋪直墜的, 學員故事, 其實就真的, 不是太吸引的, 老實說, 當然, 他排名, 他一直的排名, 處於是幾個位置的, 沒有基礎, 日本方面, 我查過數字, 聽說, 大概都是, 差不多到最後的位置, 當然不是最後的位置, 有一兩本位是墊底的, 不過, 都不會很高, 都看到, 不是說很多特別支持者, 還有, 大家其實看, 有女國, 支持者有的, 有女國的情況之下, 其實出生品, 應該會有, 相應有不少的, 但其實我們以我所見, 其實我們看不到, 有個不熟悉日本的情況, 但我看過的消息, 就說, 其實葉公雲的粉絲, 投票不多, 但死忠有很多的, 所以, 一聽到葉公雲說, 要斬他, 就說, 曾經有, 有讀者寫信去, 集英社去投訴過, 所以, 看到那些讀者, 大中派很厲害, 其實這個就沒意思, 你只是剛好那一刻, 爆出來的,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有, 在那天參, 你一直都處於這麼低的位置, 我沒有理由不斬你, 其實斬呢, 就是第六集, 回到過去, 應該會斬的, 當時是被讀者寫信去要求, 剪掉了, 才沒事, 現在就是第六集, 十九回真是硬著了, 拜拜, 就完了, 我們都見到, 其實就是, 在班制比賽之後, 葉公雲老師, 其實就做了一個突破, 就是將MO強化, 他就著重了這件事, 他就明白了這件事, 他這條條, 只是緊限於短篇, 才可以用得著, 但是, 一去到長篇, 其實這個能力, 如果沒有變化, 正如這個, 如果你看胡隱, 你只看到, 靈魂只會用九尾, 大家都不想看下去, 其實很老實, 雖然主角, 大家都覺得不是他的, 好, 我們還有一些問題, 幫我們下次再說, 我們下次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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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東漫無雙, 繼續這個, 秘吉漫畫家系列, 葉公文, 首先, 葉公文老師的粉絲, 不要聽到我們, 就投訴我們, 我們其實, 我們兩位主持, 其實是對葉公文老師的作品, 其實是相當之高評價的, 但是, 我們現在其實集中說的, 其實都會說, 葉公文老師的作品裡面, 有些什麼, 其實真的在, 詩緣針裡面, 真的不適合出現, 並不是他不好, 而是, 根本, 他不應該在詩緣針到刊登的, 或者說, 他的作品本身, 設定是, 有些什麼, 不太好的地方, 可以改善的地方, 我們可以說一說, 是的, 剛才, 接觸一下, 尤馬爾也說到, 之前第一次, 過完這個班制比賽之後, 葉公文老師的這套作品, 已經有一個被剪的危機了, 回到過去, 所以, 開始要有些球變的地方, 第一次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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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升級行動就是, 因為一開始都有說的, 這個魔法魔法化的能力, 就不是免費的, 就需要魔法分數這件事, 但大家都知道, 其實, 這個只是一個, 輕輕大過的設定, 而沒有很好去運用的, 其實我覺得, 你好像我們看, 《死亡不記》, 這些其實, 很著重規矩的漫畫, 其實我覺得, 你有這些設定, 你就要很著重在這個設定裡面去做事, 反而你就會看到, 其實, 《Magic Zero》裡面, 《九成》用這個, 其實, 我們永遠都覺得, 他永遠不會用完的, 最多, 危機高潮, 一會兒過去之後, 沒事了嗎? 危機高潮, 最多說, 整天的MO要大便買, 但他大便買完之後, 他永遠都還可以繼續用, 我們不覺得, 真的有設定過這件事嗎? 理論上, 你會看到, 平時做考試完之後, 才有分數, 便會記錄下去, 平時, 就算是學生會做事之後, 做完之後, 不一定有分數, 我想說是, 但你見到, 學員爆炸魔那件事之後, 他用了分數, 之後就一定有分數, 可以跟三人級學生對照, 很神奇, 就是去回之前前一節, 說他每個人有什麼卡, 物卡那些, 其實你可以說, 很簡單做一個設定, 對付什麼卡的人的消耗又會大些, 這真是, 可能是很低裝的做法, 你好像遊戲王那樣, 打招魔法出來有攻擊力的, 有個數目自己在旁邊, 即是, 你這樣都叫做最低裝的做法, 你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你就會看到, 哦, 原來, 九成, 不會每一刻, 他每次都是, 攻擊就是, 虛張性齊, 跟著就是, 突然間用MO一下, 然後逆轉性, 我們每次看到, 都是這幾樣東西, 其實就, 我覺得這些設定就如同虛切, 反而令到, 原本一個設定這麼嚴謹的東西, 就會變得很平實, 因為開頭, 東老師跟他說, 說怎麼用什麼之後, 是用一個, 很厲害的象棋扔掉, 如果你是80點, 就用80點的消耗, 只剩下40點之後, 有40點的消耗, 就襲擊你的, 其實這個設定很好玩的, 就是, 人家用魔法打你的時候, 你的點數100點不夠用, 有100點剩下的消耗, 可能除了一遍, 是搖中你都可以玩的, 對呀, 就好像說, 九成可以說, 我不是完全防禦你, 我抵消你致命那一部分, 自己都要硬吃某些東西, 就不能每次都, 全部消耗, 大家都會覺得是沒有意思的, 做不到危機, 好像說, 九成看到, 原來這個人的魔法容量, 原來是很高的, 然後就說, 我就要用這個設定, 就是要逐步削弱你, 看看是你先用完, 還是我先用完, 反而, 整套Magic Studio裡面, 沒有這種戰鬥, 我看不到這種戰鬥, 因為你看到, 第一次, 就算我老頭幫你第一次強化, 可以變成尖錐狀, 或者鞭狀, 或者武器狀, 但是後來, 越來越見越過, 正是在炸彈魔事件的時候, 你會看到, 九成是有用過, 這一類型的魔法, 但是, 已經是變成, 之後呢, 再之後, 可能大家再說, 就變成黑卡的問題, 已經是, 因為如果你說, 可以自由變形的, 那些魔法劍, 其實可以當作, 魔法劍, 挺好玩, 或者是, 你當, 好像是, Hunter X X Hunter, 是像一種, 念的前的效果, 前在一把實體劍裡面, 你已經可以當作, 一把魔法劍裡面, 那些魔法劍裡面, 可能是, 已經超越了, 他在平常, 他日常生活裡面, 拿的分數, 他就要去, 怎樣運用, 控制的技巧, 這樣就, 反而令到這套, 我覺得, 這套戰鬥力, 可能會踏實很多, 如果他真的做到這件事的話, 當然, 他後來, 他沒有這樣做, 一個很可惜的地方, 我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都不會想不到的, 但是, 那麼多位, 集片, 那麼多位作者, 想到一些事情, 沒有用, 耀光雲老師這麼嚴謹的設定, 去做到這些事情, 而令到, 成為了一個, 就是, 不想不樂, 大家都知道, 只要出到M0的話, 就是逆轉勝, 暴敵, 還有, 大家都說過, 這個學園裡面, 全部都一開始不是魔法師, 但是, 在整套東西裡面, 除了九成的姐姐之外, 沒有一個人, 在格鬥方面, 能夠贏到九成, 連大門都不行, 大門好像是射擊組, 射箭, 你看到他這麼大份, 完全是魔法師, 學完魔法之後, 完全沒有想過用物理攻擊, 他們真的完全用魔法攻擊, 當然是, 魔法攻擊先有這個分數, 交給你們, 但是, 他們是完全沒有想過, 用身體能力, 去鉗制對方, 然後先用魔法攻擊, 全部都是, 只要魔法破了你的話, 你就是一個, 手無寸鐵的人, 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我覺得, 在這套東西裡面, 就算你說三國, 他們用, 你三國都念過, 蘇家威柔道, 應該都可以的, 但現在又沒有用過, 我覺得, 其實, 這件事就是笑完心, 我覺得是, 不是太神奇的, 其實笑完心, 你很簡單, 我們不要看一二次, 我們看現在三大作, One Piece也好, 火英也好, 或者是死神也好, 飄零, 即是飄零, 他們三道, 其實, 一開始都是一個特殊能力, 我們很簡單, 你當M0也是一個特殊能力, 之後, 你看到就是, 有很多變化, 當然那些變化, 很多時候, 其實, 簡尼, 或者, 就會變成一些大便買的能力, 你會見到, 這個, 奧摩果實這樣, 開頭只有, Luffy有, 然後, 就說, 是否只要有什麼的角色, 都會有這個能力, 即是, 奧摩果實的生產地, 究竟是哪一個, 可能是有批發的, 可能是有, 那你火英的, 好像就是說, 我開頭只有, 明門有九味, 原來還有一味, 二味, 三味,四味, 五味,六味, 可能, 他再做下去, 可能說, 美獸以上, 再有些東西都可以, 我覺得是, 然後, 好像死神那些, 我死神之後, 我又有破面, 這個, 此解之後, 又有這個, 萬解, 有很多這些, 就是不停地上的能力, 但是, MO是沒有, MO是不做這件事, 不是, 因為MO, 他可以淺到最近, 金卡, 他不會突破, 金卡之後, 其實, 嚴格來說, 黑卡, 應該是比金卡厲害, 沒有的, 然後就, 然後, 不白收工的了, 我們現在講到, 黑卡, 黑卡之後, 就是講回, 我相信, 義工和老師, 意識到這件事, 正在這個學員裏面, 他真的會, 在未畢業之後, 就會難, 不要說畢業, 過一年級之後, 就會難產的了, 即是, 之前年代, 就算是, 九情肉體那麼厲害, 對銀卡的魔法, 都沒有能為力, 三年級更加不好過, 已經被人壓著來打了, 即是, 你真的要用拳腳功夫打, 遲了四人的, 那, 為什麼要學魔法, 但學沒有魔法, 就不是什麼JL, 他不懂魔法, 這個我覺得, 其實, 在主題上的問題, 就是, 九情一直都是一個, 不懂用魔法的學生, 那你突然之間, 你給, 即是, 他唯一的將來劇, 魔法魔法, 都不是叫一種魔法, 其實, 只是, 大家以一個平等的, 情況之下, 去對抗你, 變回一個普通人的情況之下, 但, 到他可以吸收魔法, 再反射出去的話, 就真的變了, 他真的都是懂魔法的, 其實, 理論上, 所以, 我不知道, 其實, 觀眾, 或者, 有看過《Magic Zero》的讀者, 究竟, 覺得他這個能力, 其實適不適合? 不, 其實, 不適合適合, 可以令故事, 風梅路轉, 可以有這麼多變化, 以前, 一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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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無限變化, 即是, 整個故事, 以後的戰鬥, 就完全不同了, 即是, 九成不作用拳腳, 可能用一些, 很特殊的魔法, 什麼磁鐵級, 什麼高擊劍, 打那些, 但我覺得, 被咳的其中, 始終是, 擴大不了故事, 故事始終都是, 開始在校園, 始於都是在校園, 不會抗及到, 可能說, 有些大危機, 被人發現了, 被人發現了, 這個魔法學校的存在, 究竟他怎樣解決, 即是, 或者, 突然間有個, 喪心病狂的人, 為了公佈這個, 去魔法世界報仇, 為了公佈這個魔法世界報仇, 這個, 擺明就是, 魔法老師, 開頭就是, 超靈音就是, 為了, 令到魔法世界, 全世界都知道, 即是, 雖然都是在學園裏面, 但你見到, 都是在學園裏面玩的, 但, 是一個世界級的危機來的, 但, 朱茲瓦是沒有做這件事, 而令到他, 懶惰的原因, 我覺得是一個, 不是, 他有一次, 他知道, 黑卡的考慮, 將來, 可以出學校用的了, 但是, 還未寫到, 那筆已經掛掉了, 即是, 他持續低下的, 支持率, 情況之下, 因為, 他寫說, 畢業生, 有黑卡的, 都是在外面工作, 那這些工作, 是做什麼的呢, 可能江城都出去做的, 已經沒有了, 而且, 他又, 很少, 就是, 設定黑卡, 可以用一個魔法, 這樣, 其實, 我覺得, 有時就是, 不知是, 他寫慣短片的關係, 就是, 很多事其實是, 限死了自己, 很嚴謹地, 想了一個設定之後, 未用的時候, 已經, 說出來了, 雖然是一件好事, 總好過就是, 我突然之間說, 原來, 這個, 查克拉, 是有分屬性的, 被你, 催你不著, 他一開來講, 是一件好事來的, 但是, 用不著, 令到這樣, 限死了自己, 反而, 會變得就是, 更加不受歡迎, 我覺得, 真的會, 而且, 限制了自己, 大家都猜到劇情, 會有什麼變化, 反而不是很好, 我覺得, 所以, 唯有希望, 下次寫的時候, 不要太多條件, 限制自己, 可能要有些, 自由一點的作品, 會開心一點, 自由一點, 其實, 最近那套, 小龍舞, 那套, 有人說, 他受了, 在Magic Studio, 受了很大的刺激, 之後, 就覺醒, 然後, 不挑戰這個, 赤松老師, 就挑戰這個, 自墜老師, 哈哈, 你要看到, 小龍舞的片段, 是一個好有趣的地方, 他不再加太多, 甚麼專門的屬語, 即是, 可能會用PT菲, 這樣, 就打一下, 混一下女兒, 玩一下東西, 就是這樣, 這個就, 但這個就好像, 還沒有甚麼成功, 沒有甚麼受歡迎, 這樣看, 其實, 好像, 好像小潔健老師一樣,他需要一個原作 他真的需要一個原作 他可以提出一些原案,跟原作去聊天 應該會組合一個很嚴謹的故事出來 而且可以長篇的,他做設定 推進故事的,就交給一個原作去做 我相信,靠他的畫工 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他出下一套作品 我覺得動畫化的機會一定是很大 而且一定是,不要說上頭五位,保持五至十位應該都不難 看他畫什麼幻畫 都是一句話,時髮運到,看他畫什麼幻畫 適合心水的,那些人看得開心的 我們看回熱宮雲老師,他這麼多以來的短片作品 其實他都是以戰鬥為主的 我感覺就是,他不是太擅長畫愛情 因為你看到,Magic Studio也好,Pity Face也好 其實那種愛情,所謂的戀愛關係 不可以叫戀愛關係 那種近乎叫單戀 這不是戀愛關係,而是單戀的故事 真是一個很單戀 女主角去到最後那一刻 簡直是說,我要表白了 然後表白完之後就說,噢 然後就結束了這個故事 學霸漫話齋,少年漫話齋 看看可能男主角要好打,有什麼 一條件就是,有個女主角出來做搞笑玩話氣氛 可能女主角就是這樣用的 沒有了,沒有其他用 但是,日本文老師其實做的所有女主角都沒有很受歡迎 我感覺上,他創造的每一套漫話裡的女主角 其實不是最受歡迎的那個 或者是,真是極度花瓶那種來的 那 真是,他真的那個將所謂的數量是 即我上網上有時看過一些日本網站壹些 從中的幾個網站做過比較 支持者裡面,是真是,女主角是真的排到最尾的 即是,完全是我們所謂的不人機那種來的 其實這些赤松老師都是,你擺明是誰來的,大家猜到,效果真是 這些全部角色都有抱去跟進,我覺得這些就是你本身每個漫畫家都是這樣 就算你說金色之隆金的樣子,黑貓那時已經很高人氣,他搬出來都很高,很正常 可能因為他搬不回來,他沒有一個角色是可以帶到下來,或者給人有一個深刻的印象 可能真的有爆漫時的編輯所說的一件事,就是那個角色是一個普通人 就反而沒那麼吸引,葉布雲老師所有作品裡面,他的角色全部都是正常人一個 不正常的,通常是技術上不正常,好像P.T.Face那個所謂的外科醫生,完全是一個不正常的 路人來的,這些完全是拿諾貝爾獎的,應該是 我聽說好像收拾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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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有自可,全部在性格上都是不正常的,我覺得是 那我再說一下,如果你說排低一點,他們在五至十位那些,好像烏龍派出所那樣,真的是正常人 那些就不要說了 但烏龍派出所那些,帶得下來是因為傳統,而且真的很久了 大家有一定有一群固定的粉絲在裡面,他們才有資格做到這件事 或者其他來說,好像說,怎樣說呢? 啊,就算你... 《To Love 》都是,《To Love 》都是低下的 正常人咯,正常人咯,又是主角 《To Love 》都不是正常人,全部都... 那些女角全部都... 你說主角,你說主角,看主角先,看看其他漫畫 所以,真的我覺得是,要做很多一些特異的角色出來 要大膽一點,是咯 漫畫都是太保守,我想這些東西都是 太保守,確定嚴謹是一件好事,我覺得真的是一件好事 我真的比較讚賞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在烈光的老師裡面 其實很少真的說,很大的煩惱 其餘那些部分就真的... 沒得突破了,很驚喜 沒得突破了,給不到一個驚喜我們了,我想真的 希望下一套... 再下一套吧,看看他再下一套 超過100枚啦,動畫化到啦 讓他可以安慰開酒,慶祝 然後這個被腰斬漫畫的系列,我們都會繼續下去 可能一些是,出過一套彈花一現的成功 之後可能是... 然後之後就是... 永遠地就被人神引了,不知道去了哪裡 大家就以為他死了 大家就說是誰 好啦,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拜拜 好啦,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拜拜 好啦,那我們下一集再見